法国世界报台北来信 大陆企图瓦解台湾军队的士气 中国除了在台湾周围进行军事演习外 还加强了对台湾军队的渗透 例如2023年夏天 大陆提议如果台湾的谢忠孝同意驾驶一架 每支直升机离开台湾 在台湾海峡的中国海军舰艇上降落的话 它将获得相当于1500万美元的报酬 这事件于2023年12月被当地媒体披露 随后得到台湾国防部长的证实 它显示了中国企图滲透台湾军队和瓦解台湾军队的士气 前台湾空军将领张延廷说 所涉及的金额看似惊人 但如果这显示了台湾军人对台湾的忠诚 削渺了台湾人对军队的信心 占入了台湾军队的生意 对中国来说就是值得的 这是一个无价的结果 如果台湾军人为了钱而叛逃 如何说服美国派兵为台湾倒而战死 台湾军队因内部被参夺的程度 也是美国不愿意向台湾出售最先进装备的原因之一 因为这些装备可能落入中国所中 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 国防战略与资源研究所 研究眼间所长苏子云 哥哥是现任台南市市长黄伟哲 姐姐是黄志贤 解释说 中国的目的可能是为了达到心理上的效果 它的目的不是为了获得尖端装备 目的主要是打击军队的事件 这是一场神经战 它想让台湾军人知道 对大陆对抗是没有意义的